这里正经啊,我们直奔主题 今天做小船 用的材料就是盘石无转移中的蒲尾 准确点说是蒲草 也就是香蒲的叶子 别急着滑走 如果没有这种叶子呢 可以用任意细长型的纸条来试一试 方法都是一样的 我先把这个尖尖去掉 以防被刺 分段 大概25厘米左右一段 用剪刀比较方便 我这里准备了十段 横向五根排好 纵向的像我这样错落往下 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很多比如像边篮子 草鞋啊,凉鞋啊等等 都是这个规律 重点只有一点 就是间隔有序 银椎是平你就测 银椎是上你就下 然后收尾 用皮筋铁丝一类的扎起来 整理一下 这头也是一样 横向的就把它们向上交叠一下捆起 是不是具简单 完成之后的样子 我还做了个大典的 小舟从此试 将海济于生